曾经的世界超模 为爱回归家庭 然而 却过得一地鸡毛 马洛的生活已经被孩子全部霸占 白天要送两个大的去上学 晚上还要回家照顾小的 每天起早贪黑的 甚至到深夜也不消停 马洛把自己活得像个工具一样 然而 丈夫除了每天亲一下孩子 不是沉迷于游戏 就是睡大觉 更过分的事 还理直气壮地认为 自己已经尽到来丈夫的责任 马洛实在听不下去了 只能去请夜班保姆 但男人拒绝出钱 弟弟主动提出费用他揽下了 然而 丈夫却不乐意了 他认为这让自己很丢面子 回到家后 丈夫有些难为情地说 自己也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家里最近开销却是很大 希望女人理解 早已看透了丈夫的马洛 只是敷衍的硬核 不再多说什么 晚上小孩不停地哭闹 反反复复地哄睡 第二天又是做不完的家务 女人一直在收拾整理 但家里仍旧乱得跟狗窝一样 无奈之下 马洛只好请来夜班保姆